指揮中心臨時再開記者會 台灣又多了一例境外移入 今天又有一位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他是從這個菲律賓入境 案486 60多歲男性 長期在菲律賓工作 12日返台入境和機場採檢 統統都沒有症狀 但是14 15日連續兩天發燒 最後採檢確診 緊急匡列29名接觸者 包含班機前後17人居家隔離 11名機組人員則是自主健康管理 怪的是案486的太太入境時發燒 主動通報隔離 照X光有肺炎情形 但是12到14日連續三天採檢 都是隱形 他發病的時間比較早 那是不是現在剛好就是 這個他的那個核酸檢測 剛好驗不出來 如果說他還是有症狀的話 我們還會再持續再檢驗 同樣讓外界好奇的病例 還有17日從美國回台灣 確診的10多歲小男孩 案485明明沒有症狀 為何在居家檢驗期間 地方衛生單位主動採檢之後 才確診 現在昨天已經下令 就是請我們的政風單位 針對這個衛生局進行正式的調查 台灣接連傳出疑似本土感染的案例 日前一名馬來西亞男 從台灣回國後確診 現在疫調結果也出爐 包含他的太太 其餘四名接觸者都是隱形 所以目前大概是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他可能在 是不是在台灣感染的機率 可能也是不是會比較小一點 既然疫調結果都是陰性 初步排除在台灣感染的可能性 不過從美國回台的小男孩 沒有症狀確驗出確診 到底是誰下令檢測 中央和地方不同調 也讓外界擔心 防疫是否已經出現破口 歡迎新聞紅線雨淋亭台北報導